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光照强度传感器 我们先看一下光照强度传感器在Home Assistant里面显示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这一行,这一行,这是我一个已经配置好的一个光照强度的传感器 我们点一下这个亮度,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用一个数值来表示我们亮度的 然后亮度的单位是LX 而且它会给你绘制出一个曲线 就是每天每个时间段你的房间的光照强度 有了这个光照强度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些联动 比如说光照足够强的时候 不开灯,光照弱的时候开灯等等,联动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呢 我们需要一个ESP8266 我们还需要一个光照强度传感器 然后还有四条杜邦线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芯片呢 是这期节目新出镜的一个芯片 它叫第一mini 大家看这芯片的右下角写着第一mini 这个芯片和我之前两期节目用的NodeMCU的形式是一样的 它的主芯片是一样的 它的体积要比NodeMCU小很多 当然了 相应它的GPIO也会少很多 它的针脚也会少很多 而且呢 这个芯片买来的时候 你是需要自己去焊接旁边的这些针脚的 然后它也是用这个手机充电线 这个microUSB的端口来供电 我这期节目给大家用这个MCU来演示 它叫第一mini 大家记住 这个芯片叫第一mini 也是一个很便宜的芯片 然后呢 下面就是我们的光照强度传感器了 BH1750 一个很简单的I2C的传感器 它有五个针脚 然后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这个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光照感应器 它是靠这个位置来感应光照的强度的 那我们这四根杜邦线呢 就是用来连接 这个 还有这个的 我们它连接起来之后呢 再用一条电源线给它供电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旁边放了一个树莓派 用这个树莓派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给它刷写ESPHOME 然后在ESPHOME里面再配置 配置这个光照传感器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进行一下连线 连线部分呢 也是 也是比较简单的 跟之前Note的MCU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先看这个芯片吧 这个芯片呢 我们 第二个针角AD0 不接 剩下的全接线 我们随便插就好了 我们把杜邦线 都插好 然后我们记住位置 负极和正极是两边的 这根灰线是负极 那我们找这个芯片的负极 在背面看容易一点 大家看这边有个G 我们就用这个G G是这个针角 我们把它插到这个针角 然后正极呢 是这条黑线 黑线我们插到5V的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光照传感器呢 用右边的3.3V 还有左边的5V 都是可以工作的 我们把它插到5V这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SDA 大家看SDA和SCL SDA是这条紫色的线 紫色的线呢 我们插到第6 DATA6 D6 那大家看第6是在这 那我们把第6插好 然后这条就是第7 棕色的线插在第7 第6是SDC 第7是SCL 然后两条供电线 那么我们接线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回到电脑端 打开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里边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这个ESPHOME 接入BH1750光照传感器 然后 我博客里这个BH1750 跟我现在买的这个1750不太一样 但是无所谓了 只要是这个BH1750的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I2C的配置 刚才我们接线为什么要接到第6和第7呢 因为我在配置里边已经指定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重新的把第6第7再指向到别的 别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第6是SDA 第6是紫色的线 紫色的线是SDA 橙色的线是SCL SCL应该在第7 对没错在第7 好那我们呢 现在就 给这块mini第一加电 我们要把它刷写一下程序 我们用一条USB线 用一条USB线 这是我们的树莓派 里面装了Home Assistant 然后呢 我们把USB线插到树莓派上 另一端呢 接到我们这个mini第一上 刚插上的时候 它会这边有个灯 大家看这个灯会亮 证明了电就是已经供好了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回到电脑这边 好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Home Assistant的左边的ESP Home 然后我们点右边的加号添加一个节点 我们给节点呢 起个名称 好之前的我的nodeMCU呢 叫节点1 我们管这个 我们管这个第一mini的小芯片叫节点2 然后我们点继续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选这一项 我们的WiFi的名称和密码 然后点继续 然后点提交 这个时候它出来一个红圈 我们点这个USB2.0串口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回到我的博客 回到我的博客 分别复制这两段代码 到我们的剪切板 然后回到Home Assistant 我们在节点2上面点 Edit编辑 然后我们把光标移到最后 把刚才的内容粘贴进去 把刚才的内容粘贴进去 大家看这个SDA对应第6 SCL对应第7 那么就是我们芯片上面的 SDA和SCL 对应的我们第6和第7 如果你想更改的话呢 你就可以从配置文件里修改 然后把这个跳线跳到你修改的 对应的端口就可以了 针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一下 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这个按钮 我们点完保存之后 点一下这个上传的按钮 在上传之前要确认我们这个位置是 TTYUSB0 然后后面扩户USB2.0串口 这个端口一定要选这个 然后点上传 当然了如果是你修改以前的节点 那么你就不需要 再次编辑这个节点 那么你就不需要 选这个串口 你可以通过WiFi的形式 OTA的形式来更新它 但是呢 我这块小芯片呢 mini 第一mini这块芯片呢 是我新买的 以前没有用过 所以第一次刷机的话 一定要用USB形式 连接到我们的树莓派串口 然后通过我固件里面的ESPHOME 来刷写它 这个编译固件和刷新固件 需要一些时间 我会把这个过程给大家快进过去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到这里有一个绿色的成功 Success的提示 我们就接近完成了 大家看这里边走百分比的时候 我们的芯片 就是进入了一个刷写的流程 这个蓝色的灯会一直在闪 因为由于我的灯光比较亮 所以它不是很明显 大家看 刷写已经完成了 现在呢 显示的是启动的日志 我们看这里边呢 有一个BH1750出现 然后没有任何的报错 然后大家看这个绿色的字 正在扫描I2C bus 然后找到一个设备 在这个位置 证明我们就成功了 这个时候大家看 这个颜色的字出现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传转器在发送数据了 现在我们的光线是825.83331.LX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停止按钮 退出这个界面了 而且呢 大家看 我们这个节点2已经是绿色的在线状态了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们Home Assistant里面的配置 点击集成 然后看 这个就是我的节点2了 这个节点1呢 是我前两期教程给大家做的那个Node MCU 其实你这期教程的光线传览器 也是可以放到Nake芯片上用的 教程也是跟这个是通用的 我们选这个右边的配置 然后点击提交 提示节点添加成功 然后我们点finish 大家看它下面多了一条 节点2 Node 2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光线的小图标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它就是这个位 这个样子 一个光线图标 那如果想把它名字改成中文呢 大家不要在这个ESPHOME的这个配置 不要在ESPHOME里面 这里面修改为中文 因为有人试过好像会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要在配置集成里面 把这个节点2的名称改成中文 在这个小小齿轮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把它改成光线感应 然后我们点下更新 它就会名字变成光线感应 在首页呢 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 有一个826.7的一个图标出来 光线感应的图标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光线感应器 来制作一些联动 比如说光线高于某个值 低于某个值 触发什么东西 其实它最有用的呢 就是比如说家里很黑的情况下 然后你开门 进屋 这个时候 它会帮你把灯打开 其实这个是最实用的一个 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举例子 好 那本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收看